血癌的話其實原因不是很清楚 有一部分是跟我們的環境有關係 有一部分當然跟遺傳有關係 有一部分是跟我們的感染病毒感染有關係 講了你在說什麼原因 就95%以上都不知道原因 不明 有些他們英國以前 英國也好是國外他們有統計過說 在以前有些高壓電 高壓電廠附近 就是說那些小朋友 附近的小朋友的平均發生 極限淋巴球性白血病 發生腦瘤的比例 盛行率比其他沒有經過高壓電的地區高 所以這可能跟這個環境有關係 那現在 所以旁邊要拿電塔那天會影響 風險會比較高 但基本上還是跟基因 你原來的體質 對 原來的體質 原來你的基因過強的話 其實那都沒有關係 有些假如說你的基因本來就很脆弱 因為現在我們的醫藥非常 醫學醫藥非常發達 有很多人 可能以前在遠古時代 早古在過早期代 那個自然淘汰 就是你活不到 沒辦法活下去 可能會去腰折 現在我們的醫學 可以讓早產的也可以活下來 這些人 有些人可能基因就不是非常的健全 你這樣環境再誘化一下 他就容易產生這些變 對 像小朋友讀幼稚園 這樣血癌可以多多久 血癌不知道你換什麼血癌 小兒童的血癌 大部分都是極性淋巴球型白血病 極性淋巴球型白血病 在兒童來講80% 都可以80%到90%都可以治好 可以治好 可以治好 完全好 對啊 可以治好 所以那個問題不大 另外有一部分 我們兒童的極性淋巴球型白血病 就比較麻煩 所以有時候還要做骨血醫治 極性淋巴球型白血病大概都 兒童裡面 我們就是在小孩子裡面 兩歲到六歲是一個好的 平均起來大部分人都是兩歲到六歲的 氣勢發病 對 發病 所以那個時候 小孩超過六歲就對了 六歲的話就是年紀比較大 治療效果會比較差一點 但是他也比較不會中 比較不會得到白血病 對 就是發生的比例頻率比較高 但是那個什麼年齡也都可能會發生 總共來講是兩個監風 一個是在年輕的 一個是在年紀大的 那有沒有人是 根本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白血病 有啊 去跟病醫 因為其他的病醫怎麼發現 有啦 慢性的比較容易這種事情 剛才他剛才講 有些到海邊去釣魚回來發燒 就是這樣 就是他平常就是 就是都有病 但是沒有去做檢查不知道 不知道 他平常還好 到壓倒罪 肉頭罪跟稻掃 就是他自己吹到風 然後發燒起來 然後到醫院去檢查再災 他近景會有什麼症狀嗎 近景會有 什麼膝蓋痛啊 什麼 通常是低度發燒吧 對 很多白血病人平常都不成為症狀 所以我們當醫生這種 治療這種病人的醫生 最容易被家屬告 因為很多都是年輕的孩子 或是年輕的孩子 家長都說 我們孩子 我們兒子 我們兒子好好的人 這麼一個感冒 你告訴我生癌 生癌後治療後 結果瘋了 所以強了都醫療糾紛在告 因為他不了解 因為平常就是 因為我們有些人 就跟我們腎臟一樣 兩顆腎臟 你拿掉一顆還有一個火 我們的生癌的事 也不是說你生癌的 會馬上會死 就是說你生癌 要到一定的程度 就是說 發燒的時候 也是要一個臨界點 到那個臨界點的時候 你抵抗力不夠 才燒再起來 所以有人家 你不去感染不知道 就已經有生癌了 所以有人家 你跟他講說 我好... 一個感冒發燒而已 一個小孩送到這裡 就說生癌 哪裡在處理 是啊 所以醫生常會被告 就是這種狀況 那我們怎麼知道 你們不是醫療素素 你講話結巴 所以有些時候 醫生常會 所以有時候 我們現在的做法 你說你要跟家屬 和媽媽溝通 給他們了解接受 不然你一個人 有些馬上就化療治療 化療治療剛才說 最好的成績 前世買百分之七十的 譬如說那個股神白眼病 急性百分之七十的成績 是全世界最好的進行 一般來 我們差不多百分之六十五 五六十差不多這樣 所以意思是說 差不多有四成到五成的 所以可能治療以後可能 就走掉 不會馬上 有些人一部分的馬上走 有些人可能拖一段時間才走 你馬上走的 拖了一段時間走的也好 還好 馬上走的不能接觸 就告你 就一星期一剛用隔 蘇青剛才講 其實我就在講說 每個人真的 看你生的病 也看你自己的運氣 我覺得是這樣 像你說 是不是有些人 根本完全不知道自己生病 有 我印象到中很深刻 以前有一個醫生 他自己就是這個醫生 那他是怎麼樣發現自己生病 是有一天 我發現你們醫生常常莫名其妙 會把自己的檢 比如說自己抽血或什麼 拿來看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就是有一天不知道怎麼樣 醫生抽自己的血 他可能就在檢查 然後想說做研究什麼 順便看一下自己的血液 看才發現不對了 他怎麼會 那個白血球不對了 所以他真的很幸運 是因為第一個 他是完全都沒有症狀的情況下 他莫名其妙看到自己的病 第二個他很幸運 就是他是屬於有一種 現在這些白血病裡面 這些血癌裡面有一種 他是運氣最好 就是有一種藥可以吃的那一型的 就是說他又是慢性的 他又是骨髓性的 他又剛好有一個特殊的抗體 然後他可以吃那個藥 吃得就像沒事人一樣 就像高血壓一樣 他就天天吃藥控制就好了 你說有些人就是運氣這麼好 可是有些人就跟他說 你可能今天就明天 可是也有些人很好 很有意思 我記得有一次去跑弄血癌病游 什麼回娘家之類 你要有些人做化療 你是說也會因禍得福 像有人就是做化療 化療因為可能有些 常常進出要住一陣子 可能一個療程 人家還因為這樣子 認識了化療那邊的護士 到外面帶回去做老婆 不但治好了病 然後還娶老婆回家 所以你說這個病怎麼說呢 有些人就是真的 同樣的病 在他身上他就是這樣 在你身上他就不一樣 然後你提早發現 跟後面發現又不一樣 你這個親戚也是很幸運嗎 對啊 而且我昨天還跟他通了電話 就問他說你講清楚 不然這個是要在節目上面講的 到時候人家真的照你母去吃母 到時候怪我 他的狀況是 就是因為都沒有任何的症狀 那他之前就是也抽菸 吃檳榔喝酒 反正都有這樣 那因為他們做那種 比較勞工階級的 大部分都這樣 又醃又酒又檳榔這樣 那後來他就是 他本來在南部工作 是做一些比較公廟的事情 那後來結束了這事情 他到中部去嘛 那就大概差不多五六年前 就是他搬到台中去之後呢 他就有一天就是 他是突然之間 就覺得眼前一片黑 然後就昏倒 然後昏倒醒來之後 就覺得全身軟趴趴 他也沒有發燒喔 就是覺得說怎麼都無力這樣子 然後呢 常常會覺得暈暈的 那他太太說 你敢有可能跟男人一樣平血 因為他太太會嘛 有時候平血的時候 站起來 蹲下來會突然一陣暈眩 就叫他去檢查 那他是屬於那種鐵齒的人 然後我就好好要檢查什麼 你現在怎麼好好 你現在連騎著騎著騎著 還沒去檢查 他就去檢查 因為他們的觀念都是屬於那種 不檢查都還好 一檢查就完蛋那種 就果然檢查出來說是血癌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是屬於哪一型的 就說是血癌 那只是 就像剛剛醫生講的就是說 他其實是可以被治療的 跟其他癌症比較起來的話 那時候就是說 他必須 他什麼方法都是 可是他不要做化療 他不想做化療 他就問醫生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做化療 那醫生現在看起來說 依照他白血球的數目來看 他覺得你現在這算是比較輕微的 可是正常來講的話 還是要把它調到正常 所以他覺得你要做化療還是要做 但是我這個 我爸的這個朋友 他就很堅持不想 那後來也不知道怎麼樣 他就去換血是不是 他就用換血的 他就說他去輸血 因為他說 他還講到說他的血紅素也不夠 還有什麼的 那也是一種治療方式嗎 沒有啊 那個是我們知道這個白血病 血癌的病人 就是剛剛講說 紅血球 正常紅血球會壓下去 所以他沒辦法製造出來 就貧血 貧血有時候很厲害 他根本就無精打采 站不起來 所以就要輸血 讓他有一點體力 輸血 不是去換血 是輸血 那輸血呢 他說他每次輸血 都要輸到一千CC 他才可以 覺得有點精神這樣 可是他又 他就每次去輸血的時候 他又開始會亂想說 我輸到血 如果有艾滋病怎麼辦 還有狂牛病 我跟他講說 怎麼可能 那個捐血都要檢查有沒有 怎麼可能跟你亂輸這樣 那他就覺得這樣子 也不是辦法 這種事情也不是沒發生過 是啊 那所以說 他就是去輸了幾次血之後 就開始想說 是不是有一些民俗療法 還是怎麼樣 因為那時候 他就堅持不化療 那不化療 醫生也讓他沒辦法 反正你自己的健康 你不配合我也沒辦法怎麼樣 那就是他的狀況 就越來越不好 那越來越不好 他太太也很擔心 說你哪也不去化療 醫生就都不聽醫生的話 他就說他不要 他就想說反正我 如果真的要走的話 那我也要走得開開心心 因為他有朋友做化療 頭髮掉光 鴨子沒了 也不能吃 不能幹嘛一天躺在醫院 那他是屬於那種比較 樂天派的 就是他就醫院什麼都交代好 什麼 銀行裡面多少錢 都跟他太太講好 然後就跟他太太說 我要快樂的過每一天 所以他即便 他就是輸完血之後 就開始去哪裡玩 去吃什麼 可是醫生都跟他說 你這樣不好 至於大家聽到這樣 實在很想知道 那個秘方到底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我們繼續繼續討論 所以一步也一步 他現在就 他現在就